兩次的快速轉移 彭斯在Coco在 迪奈壓迫的時候 其實在後面三線的平折 張新可 今年將轉戰新疆了 差別了 但是到新疆正中藍圈 彭斯琴 再調給爆喜樂 不過在第三節打到現在 其實中華隊感覺起來在外圍 還是比較少去做一個投射 那我覺得其實這在後面